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在台湾的孙力人 因为密谋犯上等罪名 被蒋介石下令软禁监控 在33年失去自由的岁月里 四个儿女是他最大的安慰 维持军旅作席的孙力人 终于熬过蒋氏父子的时代 盼到了与老部署的重逢之日 而他人生最后的心愿 就是与新一军阵亡官兵同葬一穴 1954年是孙力人人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 54岁的孙将军迎接长子孙安平的诞生 四年前台北的孙家 多了另外一位女主人 无法生育的张精英 为孙力人安排了如夫人张旨 并改名为张美英 她就有段没有生小孩 整希望有后代了 隔年长女中平出生 同年四月 孙力人连任陆军总司令 随后在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召集应届大专毕业生 一千一百多人接受预备军官训练 8月25号 孙力人亲自主持开训典礼 随着孙力人练兵人数增加 她与蒋经国之间的矛盾已跃深 孙力人非常讨厌这个正攻制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 什么管理军队这个问题上面 蒋经国和孙力人是完全矛盾的 另外当然从发展前途来看 那么孙力人也是蒋经国 发展上一个最大的障碍 而军队里的管理和制度 也因为正攻体系的干预 产生双头马车的情形 52军政治部主任是杨锐 他千层就到了陆军总部 他请准遇那个成立军中乐园 孙力人不批 结果他就支撑蒋经国 蒋经国同意 叫做军中乐园特约查识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去看一些问题 他们不只是权力上的冲突 而且是思维上的冲突 从1951年到1954年1月 蒋介石日记底且满批评孙力人的字举 蒋认为孙力人生有好多毛病 毛病致意 说他政治上糊涂 第二个印象呢 认为孙力人狂妄自大 第三个印象呢 认为他用蒋的话来说 叫斜阳自重 认为孙力人已经处在军阀的前期 而掌握情报系统的蒋经国 则是蒋介石最重要的情资来源 蒋的日记都是一句话叫 今儿来谈 凡是蒋 孙力人 要搞兵变 可能有阴谋 这都是蒋经国 跟蒋介石报告的 1953年7月27号 朝鲜战争结束 签订停战协定 国府和美国的合作稳定 也让蒋介石无所畏惧 1954年6月 孙力人四年陆军总司令任满 依照惯例 应该升任三军参谋总长 但是蒋介石却另有盘算 7月1号 人事命令公布 孙力人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参军长是空的 他是没有 他底下没有兵的 他只有一个办公室 那时候就是在接手馆 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上班的接手馆里面 这项人事命令 让孙力人的部署十分不满 在税井总团老部署 郭廷亮的联络下 20名第四军官训练班的 核心干部 和孙力人私下举行聚会 将军当然要接着他 子女兵 那我要有个联络人 等于说你们这些人 还是在我的掌握之中 我想孙将军一定是 甚至于跟我们联络可能还有一头 将来有机会把我们又找回来 对不对 这个小组由郭廷亮担任联络人 他在小册子里 记载每个人的联络方式 以及每次联络的内容 郭廷亮真正的给我们打电话什么 问啊 问啊 问上问的 这边有什么受薪的机会啊 现在你不得有几个人 就是做薪了 1955年5月25号下午6点钟 住在凤山城镇新村的郭廷亮 突然被政工人员从家里押走 怀孕的妻子和智林的儿子 也被逮捕 随后有一百多名 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干部 陆续被捕 郭廷亮和被逮捕的同袍 被带到专门囚禁政治犯的 海军招待所 在那里就看着很 听到很多声音了 就惨叫着了 郭廷亮就在里面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被用刑 郭廷亮已经用刑了 在那里 在这个海军招待所 海军招待所就是车户单位 郭廷亮在那里叫 大叫 5月28号 蒋介石日记里写着 有人向他报告第四军训班人员 准备在南部阅兵时 以大炮瞄准司令台 要挟他让孙力仁 担任参谋总长 去报告说这个大炮 已经对准了解阅台的 是碰碰机 蒋介石认为这是西安事变的重演 并在6月7号的日记里详述 蒋经国向他报告 孙力仁部署夺取弹药的阴谋 已被破获 就是在台南接冰 在出发以前 我们就把子弹通知拿出来 然后他就参加 到机场去参加校园 那个时候就讲校园 把子弹都拿出来了 不仅在子弹 另一方面 被逮捕的郭廷亮 继续被施以酷刑 他联络各地干部的小册子 成了罪证 最后怎么样 他们想出了计划 你一个这样你是革命军人 你晓得军人要服从你懂不懂 你现在就当毁力 如果你接受这个命令 生地人没有事 他先讲 生地人不会死 没有事 你自己也不死 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都能得到照顾 最后郭廷亮 在保密局备妥的自白书上 画押认罪 至于其他被逮捕的 第四军训班人员 经过筛选后 留下35个人继续审问 这35个人要搭配 谁是总指挥 谁是做手 谁是什么 他都要写这个东西 那你要看了以后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就照抄 照抄 如果你完全抄了 你的刑续可能15年 在一切安排就绪后 孙力人亦如龙中鸟 在编织好的罪阵里 插翅也难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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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7月26号 陈诚告知孙力仁 郭庭亮已公认匪谍罪 五天后 孙力仁官邸门口的卫兵改为宪兵 所有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孙家并遭到严密的搜查 连电话都被切断 保密局把李鸿 王善从 郭庭亮等人的口供 拿给孙力仁看 但他拒绝引咎辞职 郭庭亮少校 模范营营长你最亲信的 竟然都是匪谍 你监督不着 孙力仁非常愤怒 我绝对不是 绝对没有 三天后 孙力仁改变心意 签下回国书 因为老蒋说 你如果不写这个回国书 你现在35个人在里边 我全部删掉 8月20号 国府正式发布命令 孙力仁因匪谍郭庭亮案 引咎辞职 蒋介石并下令 由陈臣为首的9人小组 进行调查 面对陈臣的质问 孙力仁具体力争 我可以说是 他们会想 国庭亮 他这个 所谓说是 推荐这是我死前的 我是一点不晓得 假使我要知道 他这个我会研究 这是我死前的 我这个毫不知晓 而只知道呢 他这个人呢 都是很负责任 很独立 就是关于国庭亮的方面 那么至于其他的 说是 对于南部的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事件呢 是怎么样子一个 计划呢 怎么样子 在这方面呢 我在我故人呢 我会说是 整个说是在这个 我是不较不晓得 对于这个事情 另一方面 监察院也由监委 陶百川 自行成立五人调查小组 但在保密局阻挡下 只见过孙力仁一面 卫衣单独跟他 见面几十分钟 陶百川跟我讲 孙将军几乎要跪下去 说我是冤枉的 他们这些部下都冤枉 不但要救我 要救他们所有的部下 虽然监察院的调查结果 证实孙力仁部署 只是陈勤 并非叛乱 但遭到陈勤否认 并警告不得对外公布 索性此时 美国派了十个议员抵台 对孙岸表达关切 大妈妈说 要不是有国际的声援 早就枪毙了 因为陈勤是九人小组的 类似主席 据说坚持要把父亲枪毙 10月20号 公布九人小组调查报告 隔天 蒋介石发布命令 孙力仁疏于决察之责 准辞参军长职务 其余过失免以益处 至于孙力仁部署 则被判刑入狱或降职情形 他们判刑情也不一定 有长有短 但是都坐牢了 孙力仁部队的经济通通不算 他说台湾没有孙力仁部队 正如同被抹掉的经历 孙力仁从此从国府历史上消失 所有战机都被换上 黄埔军系将领的名字 已无官职的孙力仁 申请搬到台中自购的房舍居住 从此被严密监控 失去行动自由 第一个就在家里面的门口 就有一个钢哨 侧门旁边这里就是 这些卫兵住的地方 另外保密局在他家后面 盖了一个房子三层楼 第四个位置就在他的正前方 以前应该也是空地 可是他左边那里的高楼 那上面也有监视 军方还在左边高楼上架设一座武林机枪 枪口对准孙力仁住家后院 除此之外 孙宅电话遭到监听 报章杂志信件都需审查 连屋内说话都要小心 因为家里头到处都是测听器 大概孙将军认为洗澡间没有测听器 所以他有时候有个妹妹讲什么话 就到这边来把水开得很响很大 有些声音 然后就小心地弹一弹家事 没有收入的孙力仁 开始养鸡种果树 希望能自给自足 鸡每个桌上都挂名盆 挂牌子几号几号 我还有一个姐姐叫沈宁人 她寄了美国寄了个大的玫瑰花枕 叫什么黑玫瑰 什么花玫瑰都寄回来给她挣 这些农产品透过亲友 拿到市场上贩售 那么卖玫瑰 其实赚的钱很少 只是你说能补贴买菜已经不错 我也在那里卖过玫瑰 所以这种将军玫瑰的名字就出来了 这时张金英独自居住在北部 孙力仁 张美英 以及四个小孩住在台中 为了维持生计 两位母亲都费尽心思 什么钱都没有 那我母亲那时候还有一些手势就拿去变卖 到后面真的是 已经没东西可以卖了 我大妈妈就请 之前的我父亲的秘书帮忙写信 去给老总统 说家里真的没办法过日子了 孙力仁虽然辞去参军长职务 但人是军人 蒋介石批了两条 第一个 从现在可以合法 第二个 用国防部名义 你不要用我蒋介石的名义 年过五十才得女的孙力仁 共育有二子二女 以中国安定 天下太平取名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会游泳 然后鼓励球类活动 所以她的要求是身体第一 但是功课还是很重要 孙力仁自己也每天持续运动 生活作息处处可见军旅生涯的影子 以前在缅甸作战的时候 都是空头的口粮 包括煉乳 所以煉乳呢 在空罐头丢掉之前 她都会再加点水再和一和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她日常生活的某些动作 其实都在怀念以前 唯一不同的是 曾被蒋介石责备话太多的孙力仁 在孩子面前从不提往事 每个孩子都是上学后 才发觉自己身份特殊 有的时候就有同学会说 他爸要造反 听到不高兴就打了 所以老是打架 打到校长请我父亲去 孙力仁的书房平日禁止进入 只有做错事情的孩子 才会被单独叫进去 她要求我就是说 要学会忍 忍至心上一把刀 那要学习用讲道理来解决问题 大概是五年级或六年级吧 那之后我就没有再打我家了 忍耐是当时孙力仁的心情写照 1959年 她的亲哥哥孙童仁过世 被控制行动的她 连家计都无法参加 漫长的岁月 只有孩子是她最大的安慰 在孙力仁的强烈期盼下 除了天平 其余三个孩子都传承复制 考进清华大学 就读理工科系 远离军事与政治 完成了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过世 随即蒋经国接任国府领导人 数日后 他就派亲信到台中见孙丽人 问我父亲有什么要求 我父亲那时候说 要去参加我姐的毕业典礼 她要求要退役 孙丽人终于被允许 出席长女的毕业典礼 随后申请奖学金 并借了一笔钱 让女儿赴美留学 至于退役 蒋经国也做了指示 最后就是发了一个退伍令 然后开始有终身奉 开始有眷补证 但是不自由还是不自由 看管还是继续看管 孙丽人每年都会到台北 三军总医院做健康检查 由于全城副官贴身监视 因此即使在外 旁人也无法接近 那些老部下就会知道他哪一天去 有的就会在我父亲坐火车去 就会在火车站等 就是要见他一面 不见得当面见 就是远远地看到 虽然孙丽人是当时的禁忌 但老部署们仍惦记军长 我父亲只要讲到发生的事 他总觉得说 我对不起他们 要不是因为我 他们就不会受这么多罪 那甚至有一些人可能 驱打成招会有自白输 里面有些内容对我父亲不利 我父亲都觉得说 他们也是被逼的 所以他从来没有怪过 他的部下 就像他的部下没有怪过他 在四个孩子出国深造后 年岁增长的孙丽人 持续耕种农场并锻炼身体 沉默让他保持安全 但近20年的软禁 压抑心底的情绪 也有失控的时候 我那次去看他的时候 因为那个天气很冷 他穿了一个蓝色的 湿棉袄的袍子 他前面讲一讲 讲一讲停停 就突然一下他就掉眼泪 那那个他的眼泪 这样掉 掉那个袍子 就是不是 他没有哭出声音来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眼泪这样 一直这样滚 所以他哭得蛮厉害的 后来他平静下来 他就很大声地讲一句 他说我是冤枉的 然后 孙丽人还告诫晚辈 做人处事的道理 做事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要内方外远 然后用手笔得清清楚 然后我说我知道 他说因为我就是 这个内方外方 让我落得如此的下场 1988年1月13号 蒋经过病逝 由李登辉继任领导人 当时的军方首长郑维源 他代表国府军方探视孙丽人 并且下达指令 那么部长在这个时候 说从现在起 孙将军是自由的 他要到哪里 你们不许干涉 他要见什么人 就让孙将军见什么人 这个是1988年4月 88岁的孙丽人 终于重获自由 让他牵挂的老部署们 也在相隔33年后 逐一出现探访军长 他是站在门口扶着门框上 当年那个阴警挺拔的将军 到哪里去了 我在夜里就是想掉 当初从东北教导总队 就一路追随的队员们 也赶来探望孙丽人 北部南部的代表员来 来去看他 那天大家都哭了 大家都掉泪了 他本人也掉泪了 所以同学很难过 因为我们中小的 就给你带过来的 隔年孙丽人让长子安平 回安徽老家祭祖扫墓 1989年12月 孙丽人的老部署们 为他庆祝九十大寿 在台中一间小学的礼堂 举行寿宴 其实他一路 从中间走到挤进去 旁边的人就一直在喊 总司令 总司令好 然后到台上 让他举手跟他们挥手 这时的孙丽人 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 不再打球只能散步 但即使重获自由 他心中仍有遗憾 我父亲其实不止一次 说他觉得很遗憾 在他最成熟 最能为国家做事的时候 把他关起来 他一生就是奉献给这个国家 跟这个民族 到最后背的一个罪名 说他是一个 那个就是想造反的 说他是个叛奖 这个是他永远的痛 但对于平反 孙丽人并不积极 我父亲就说 我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 你们也不用想办法 帮我去平反 因为历史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 1990年秋天 孙丽人生病了 住院期间 孙丽人病情一度好转 和探视的亲友聊天时 他仿佛已有预感 交代了遗嘱 遗留遗嘱的时候 有这句话 他不愿意进国家中一世 愿意给官兵 正宛的官兵 站在一起 就让我们自己 大家知道 在洒满阳光的午后 孙丽人走完人生 最后一地路 坐着沙发 然后我们都站着 他就 你看一看 看起来心情很不错 然后就说累了 要睡午觉 睡了午觉 睡到一半就开始发烧 就没有再神智很清醒过来 孙丽人的葬礼 由郑维园主继 墓园就在昔日耕作的农场上 孙丽人墓园 充满玫瑰的香气 曾经共赴沙场的老兵们 来探视他们的军长 健身 建订 澄谊的浪徒在呼啸 诸国的原 夜在咆哮 试炉人的日血在飘摇 青年的怒哟一大山沙